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些问号 我先简单说一下 宇哥他在路上 对他在路上 所以大家稍等一下 好的我占认不了大家很长时间 差不多四五分钟好吧 反正你们也是在互相讨论 讨论问题 所以我就简单出场 跟大家聊一聊好吧 别走啊别走啊 宇哥马上就来 你们的宇哥宇爹 今天是宇哥的专场 不是我的专场 等一下啊 稍等啊稍等 我简单的说一下 这几天的直播的一个情况 我是主持人啊 我叫贵贵老师 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我说一下这两天的主 不是这两天的一个讲课的一个时间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一共三天 然后每天是有两场 第一场是在下午两点到五点 第二场是六点到八点 就12号13号呢 我就不出现了 就没有主持人的部分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是第一次来听 所以说我先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就说一下这个大概的流程 让可能一些不太轻肃的同学啊 就知道 我是一个主持人啊 就是有些同学不知道的 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宇哥一会儿会来 不是你们不是点错频道了啊 好 这个时间大家都了解了 对吧 八点还有英语啊 对是八点还有英语的一个模考的直播啊 但是大家可以先听 现在的一会儿的宇哥的一个直播 宇哥已经在准备中啊 当然在宇哥的奖之前呢 我稍微的也说一下 浅说一下 浅说一下 就是今天有没有买 比如说没有买18奖的 或者没有买那个概率酒奖的 也都可以去点击下方的一个横桥 去购买一下 然后一千匹的也是有优惠的哈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要没有买的话 可以去买 然后今天的价格还是蛮便宜的 主持人说了 宇哥上线了哈 那我们邀请你宇哥啊 邀请你宇哥 看看你们啊 你看看你们 说宇哥不要来了 我看到你们的评论了 哎呀 无语 哎呀 无语 你不要以为切到我的画面 我才能看见你们说什么啊 我坐这儿 我一直能看见你们在说什么 哎呀 害不害臊 哎呀 害不害臊 哎呀 太害臊了 刚才说啊 说看着什么 要看着美女呢 哎呀 又看着这漂亮 宇哥不要来了 给我起立 后边站着去 自觉点啊 都自觉点啊 后边站着去啊 今天晚上 复习到四点 你说复习到四点 看美女 你学好了没有 学会了没有 好了 我们开始上课了啊 哦 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没看见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 这个 这个 上课了 准备开始上课 上课就近年啊 不 这个 不在 比如说学好 就是为了看美女 这点出息 哎呀 是的呀 是您这点出息 学好了 我们是要为 自己的人生 要奋斗 要实现人生的理想目标 为我们的国家 做好建设 建设伟大的祖国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这是你的目标 对不对 对不对 回去回去啊 这个要好好学习啊 对不对 这边的歌曲是吧 歌曲 歌曲 歌曲啊 好了啊 不说了 开始了啊 好了 我们正式上课啊 把这个就静言了先啊 好 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讲 余子式和代数余子式的计算 这一讲啊 是我单独呢 给大家开的什么一个章节 为什么作用呢 因为这一块啊 可以让同学们体会到非常精彩和漂亮的考研数学的命题 我们来看啊 按道理来说 这部内容实际上是属于第一讲的 但是你既可以说它既属于第一讲 你会发现它也 哎对了 它也不属于第一讲 我们主要有四个问题 其中前三个是重点 实际结构 看好了啊 这就是数学笔记 用行列试 我们在团体里呢 经常出现一种考题 看好了啊 就是求代数余子式的线性组合 怎么求 再过来讲 第二 还有种考题呢 是求举进A的所有代数余子式的核 这个叫釜底抽新 因为大家知道 伴随矩阵就是由代数余子式们组成的 故你要求所有代数余子式的核 你要求伴随矩阵 当A可逆时 这行列是不断零时 我们知道A的伴随 是等于A的行列式 乘以A逆的 你要求行列式求A逆 这个我们待会来讲 这是第二种考题 第三种考题用特征值了 哎呀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题啊 身为三级矩阵 假如三级矩阵 那么A可逆时 GA的特征值是那么的 一二三 则主对角线元素 是和也就是 A的伴随的G 是等于任意两个相乘的相加 待会我详细去讲这个 太重要了 一二三 拿出来就是五份啊 这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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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考哪个 要考这三个里面的其中性 或者 还有一个简单一点的 就求余子式 大家知道 我讲过 他可以做一个转换 是吧 你求余子式呢 可以求代数余子式 求代数余子式 天各复一代挨家界之后 就变成余子式 这可以相互转换 这个我就不啰嗦了 这个就不啰嗦了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 好 先看第一个 用行列式 由于我们前面讲过了 按照DI行展开 它的公式是这样下来啊 叫做AI1 AI2 AIN 乘以自己的代数余子式 加起来 就是行列式 可是呢 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啊 我当时留了一个 悬念啊 或者是留了一句话 在这儿要解释的 我说 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吗 难道真的每次都是这样 讲个像什么 一零零零 然后按这一列展开 就这么简单吗 倒是不是 考验命题呢 在这儿会有花样可出 我来说给大家听啊 我们的AI啊 那就是DI和元素 对不对 大家 大家注意啊 那么大A们所包含的信息 是除了这一行之外 其他的信息 那么这样呢 就拼成了一个行列式 明提老师要出题了啊 他不用元素乘以自己代数余子式 他随便给你几个数 K1 K2 到KN 这便叫考题的出发点 这就叫大A们的什么 代数余子式们的某一个信息组合 这个信息组合 不是他们全部的系数 不是他们自己的AI间 明白了吗 但是很简单 怎么简单呢 你这个大A们只要不变 记住 这些星星这个位置就是不变的 你只需要把什么呢 很好 看好了啊 我告诉你非常简单 你一定要这么处理 你改这个数 你改这个数改成K1 我就把这个数改成K1 你把A2改成K2 我就把A2改成K2 你把AIN改成KN 我就把AIN改成KN 于是就得到了新的行列式 你这个代数余子式的信息组合 就等于新的行列式 不用犹豫 直接看题 我告诉你 来看题 立体2.1 马上就来 立体2.1 你看啊 我教过你非常简单 分析 你现在要求什么呢 答案你要求5倍的A11 对吧 加上2倍的A12 加上1倍的A13 等于 是不是大家 好 我们现在你把原行列式 注意啊 原来行列式是第三 这个啊 你把这个行列式按第一行过展开 按第一行展开一起背 是1倍的A11 对吧 小11嘛 小11看到没 加上1倍的A12 小12乘A12 加上1倍的小13乘大13 对不对 大家 它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它自己的A11 然后其他位置是余的位置啊 就是A125 3次 A134 对吧 大家 能看懂吗 好 你现在换什么呢 非常简单 看好了 你把这个A 是不是换成5了 你就不要犹豫了 这非常简单 它就等于 于这个位置的A 改成了什么 改成了5啊 这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吗 你这原来是1 改成5 那我就把1改成5 第二 再看这儿 你把这个位置的1 改成了2 很好 我就把这个位置的1 改成2 改成2 好 你把这个位置的1 你把这个位置的1 改成1 还是1 没有变 那么我这个位置 1 我的还写1 这不大叫 听懂了吧 就想 其他不变 其他位置 第二行第三行不变 照抄 1 2 5 34134 听懂了吗 做完了 这个答案我们前面 给大家讲过了 521 125 34134 结果是520 够答案前520 懂了吧 这就是我们的思路 你就记住这个公式 记住这个思路 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但实际考试当天呢 它不会那么简单 它会有点综合性 好 看例题 2.2 这种题不就出来了吗 例题2.2 来吧 这道题 2023年考验题啊 Triple Stop 你看看我这个题 多么精彩 分析 给出一个航电视 四届航电视 其中元素叫小矮间 大矮间是元素小矮间的带数一子式 但是我告诉你呢 这个四间行列式是等于 看着啊 大约4E减去 大约4E2加上大约4E3 加上一个10 障眼法来了 请你求这里面的A 这里有个小A 这里有个小B 请你求这里AB的值 说选择题也行啊 对不对 天空题也行 这小五份啊 这小五份 有时候一看到这个10 坏了坏了 这个10是不是大A4 4呢 他就去想各种问题去了 你就掉进了他的陷阱 各位 缺的内向是什么 各位 系数谢灵啊 打得好 故 你见到新型组合 同学们 你见到新型组合 这就是 你这个什么 题目 有的同学能想到 有的同学没想到 因为他看到什么 他脑子 就是看到了什么 他就以为就是这个 实际上消失了东西了 在高等数学里面 我们F0没有 F0等于0啊 你要自己把这个0 转化成F0 你减去的F0 对不对 那你要看不见他 可是你要想到他 我们这里一样啊 代数里面也是这种考题啊 这种优秀的题目 就是这个意思了 大家应该想到什么 你要想到完整的这个 你一定要想到一个完整的 按某一行展开 或者按某列展开 对不对 要想到完整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要有0 所以的话呢 实际上右边 我们要从中想到 一倍的A41 看好啊 加上负一倍的A42 再加上一倍的A43 很好 加上零倍的A44 懂我意思吗 你现在要算的是 这个行列 你要想到它是几 能听懂我意思吗 好 一起来背吧 原行列是这十六个数 大家告诉我 那么如果按照第四行展开 它原来的是不是 应该是1-350 我就要说你听懂没有 它原来应该是1-350 就是按照第四行展开 等于原行列说的话呢 应该是就是念啊 念就是了 就是一倍的A41 加上负三倍的A42 加上五倍的A43 加上零倍的A44 是不是等于原行列是 我这样说 你听懂没 而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你现在要把第四行改 它实际上前面三行都要动 210-1 跟上啊 -1 2 -5 3 那么30AB 干什么 很好 你记住 这是1 这写1 这是-1 这写-1 这是1 这写1 这是0 这写0 懂了吧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同学们告诉我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等于它 你现在能不能看出来了 你前面的这个线性组合 是不是就是这个线性组合 从来回答我 这个线性组合 是不是这个行列是 故立即推 我们说用这个行列是 等于这个行列是加10 所以这个行列是解决这个行列是 是不是就等于10 出来了吧 所以立即推 10就等于用这个行列是 解决这个行列是 我不用重新抄了 重新想想看 这时候用了什么 很好 是不是 单行可加 对吧 明白了啊 因为他们前三行是一样的 故我们直接写了啊 他的答案就等于210-1 跟上我说的啊 -12-5-3 30AB 你大胆的抄 然后接下来 我再放个颜色啊 那么你实际上就会发现 它是用这一行的元素 对应是不是减去这一行的元素就可以了 所以那我把它抄在这儿 1-1得0 -3-1是-2 那么5-1是4 0-0是0 得到的是0-240 同学们听懂了吗 接下来我就不用再算了啊 这个简单的4级行列是 大家要学会去处理它 这个答案呢 这个算出来 它是等于 这个块算出来 是等于10倍的A-3 自己做啊 这个当作业 我觉得不应该对大家产生什么难度 我在书上还有详细的答案 对不对 这个就请大家自己做了 好 给到这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 这里面A是等于 那么算出的 因为10预料了 A是等于4 再算等于4 那么B是正义的 这里面答案就是A取次 而B正义取 这个原式是一定成立的 这个题非常精彩 供大家参考 我顺便说一句 一个行列室里面 有A有B 但是算出的结果里面 大家注意啊 看到没有 可以没有B的 我告诉你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如果一个行列室里面有个K 但是明天老师很巧妙 他可能算出行列室里不带这个K 有很多情况是出现这个的 这个大家不必意外 因为在画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他跟凌晨 或者是相应的减 就约掉了 底下掉了 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这一点 你只要自信能算对 你不用管它 消失的一些字母 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好 这道题目啊 大家背下来啊 给我背下来 这个题目哪里都看不着啊 给我好好背 这是现在的酒奖 今年新增加的考题啊 也是2023年的考题啊 考题 好 这第一种啊 第一种 这就叫学习 你这样学的话 你能力迅速就提高上去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 就是要什么呢 很好 就是用行列室本身 对吧 你记住换系数就行了啊 第二种考题 用矩阵 用矩阵是什么呢 我们第三讲讲过了 由于A乘以A的伴随 等于A的行列室乘以单位阵 这个我们下讲有哈 所以立即称 我帮你回忆一下啊 两边同时做成A例 在A可逆的情况下 那么就说 我的A的伴随 就等于A的行列室乘以A例 就这个东西啊 在A的可逆 就是A的行列室 不正理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求A的伴随 那我们就算 它等于A的行列室乘上A例 为什么要求它呢 大家知道 A的伴随 是怎么组成的 由于A的伴随呢 它是等于 大一一 大一一二 大一一三 我写个三阶的啊 大一二一 大一二二 大一二三 大一三一 大一三二 大一三三 大家是知道的啊 我们的伴随矩阵 就是把A矩阵 作为小AI阶 这些元素 每个AI阶求出它的代数鱼子 是中的 横着的元素的代数鱼子 是个数字写 对吧 那数字写 大一一 大一二 大一三 大一二一 大一二 大一二三 大一三一 大一三二 大一三三 所以你晓得 这样一件事情 如果要求所有的大AI阶 当然明天老师是这样求啊 那么他说求所有的大AI阶 它的核 你听懂没 要求所有的代数鱼子是之核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你只要把A的半锤 求出来就可以了 听懂没有 求出A的半锤就可以求出它来 好 不必啰嗦 来看题了 开始 请看立题二点三 这样这种题目 那就是这个计算量上来讲 那么或者说它的中性来讲 就相当的精彩了 分析 你看啊 我告诉大家 慢慢的咱们就越来越进入这个考验题了 这个代数是很好拿分的 很精彩 就是这些题啊 好 说A矩阵是一个五阶矩阵 说A的行列是中 所有元素的代数鱼子是之核 你看这个题的小综合啊 来 把 就是这个用多干掉横线和竖线 是不是把一个矩阵化成什么 分块矩阵 所以这样好 我们G A就等于0 B C0 对吧 大家 你看 是不是叫分块阵 其中B矩阵是这个啊 B矩阵是为 5 6 7 8 C矩阵是为 123 014 001 对不对 我顺手 待会啊 逆矩阵又要求了 为什么要求逆矩阵呢 大家想啊 这里面是个综合性的有了 我问你答 你是不是要求A的行列 是中所有元素在中之核 那大家是不是先求A的伴随 那么大家A的伴随 是不是等于A的行列式 乘乘A逆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 我们是不是得求行列式 分块阵的行列式 前面的12加1 有了吧 想起来不要 基本型了 是不是还得求A逆 大家 是不是还求A的逆 A的逆 觉得往后看了 没关系啊 即现在不要往后翻啊 我们在38页上就会讲到分块阵的逆 大家也会学得到的 你看是不是综合性就来了 好 下面我们来求一下啊 其中 那么A的行列式 就等于0 B C0的行列式 大家还会背吗 非常好 它等于 这是负对角像啊 负对角像 就是B的行列式 乘C的行列式 再乘以什么 负1的很好 就是M乘1次方 就是B和C 说明是M结合N结 是不是有M乘N 现在B是不是叫2结 C是不是3结 是不是叫2乘3次方 想起来没有 想起来啊 我们前面有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得到的 它就改约 那就是说 这个是正的了 所以B的行列式乘上 C的行列式 这个不用我骆驼吧 B的行列式算一下 5840减去 42乘负2 这有个负2 乘三几呢 C的行列式 这个是1了 很简单 结果是负2 所以我们首先算出来 A的行列式算出来了 各位是不是有综合性啊 第二 A的逆 它就等于 这个大家会背吧 我顺便教你一句啊 这是负对角线 从上到下 这样写的话 它的逆记住 一定要反着写 对不对 反着写 然后求逆 那就是B逆 C逆 这写0 还有印象吗 这个如果大家 忘记了 来打个批注 建38页 我们会再详细 给大家去总结了 就是第三讲的内容啊 你先记在这儿好不好 先记在这儿 这个公顺要会的啊 这个公顺要会的 好 接下来大家是不是得求B逆C逆了 其中 那么B逆是多少呢 那么C逆是多少呢 大家又得回忆了啊 二节怎么求逆呢 一起来背 太好了 一起背啊 B逆等于 其实啊 大家知道 B逆逆呢 是等于B的行列式分支 B的伴随吧 其实你想啊 我在这儿 大家是不是有这个公式是吧 所以你要是知道A逆 你求A伴随 那你要是知道A伴随的话 你把A的行列式分支 是不是就求A逆了 我们后面求逆 不就是这个办法吗 对吧 先求B的行列式 如果B的行列式不得0 那么再求上B的伴随 然后这样一成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实际上知道的 记不记得 二节行列式 求伴随的 我给你讲的那个 你口号还记得吗 求伴随的 来一起背 是不是叫主对调 8 5 负变号 是不是叫负6 负7 可是你记得啊 我们在基础上讲的时候啊 这个是伴随啊 这是伴随记得吗 就一个矩阵的伴随 二节二节啊 你记住这必须N等于2啊 必须N等于2的时候啊 N等于20啊 我教给您记住啊 一个矩阵 它的伴随 是不是就是主对调间元素对调 副对调性元素变号 是不是大家 那我能多问大家一句吗 那么请问N等于20 B的伴随的伴随 我考虑一下 我看你会不会 答得好 还是B 你跟他回去了 为什么回去了呢 你想嘛 你逼伴随 主对调 副变号 那么你再求伴随 什么把变完了举阵的主要对调 他本来就对调了 再对调过来 你副是变号 变副号 你再签副号 副的证 那不就回到毕了吗 就这个东西吧 所以我们知道 二节举阵的伴随的伴随 还是他本身 这不是基本功吗 那么你在学基础三人讲的时候 或者说大家在这个基础阶段学习的时候 你看这种东西 这都是小细节 这些小细节 你没闹明白 一个大体的某一个步骤 你走不通了 我提醒一句 你后面再做 我后面一些题目 那就好做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伴随 伴随说的这 好 你有这个东西了 有同学 记得哈 还记得这句话 主对调复变化 很好背的 你背着就行了 大一大一二 大一二一大一二 求出来就这样 教你个口语 讲过了 然后再乘以行列式分替 行列式已经算过了 B的行列式是负二 所以前面有个负二分之一 故这个B的呢 就乘过去了 这是负四 三 二分之七 负到二分之五 对吧大家 是不是就有这个了 这是求二节举阵的逆的方法 先求伴随 再乘以行列式分替 这个我在这讲完了 我们后面就不重复了 后面就不再重复了 好 这是毕竟 好 记得C你怎么求吗 三节举阵 用什么 用初等变化法 C拼上单位阵 会吧 立即就有 它就等于 100 210 341 然后拼 100 010 001 各位 这个基础阶段的讲的 你应该做的非常熟练 确定行变化 记住 把C 化成E的同时 那么E就化成了C逆 对吧大家 很好做 开始 因为这个呢 已经化成 已经是右上三角了 你只用把这个E往上加 负四倍上去 所以001 这边001 不要动 然后负四倍上去 变成了010 负四倍上去 就是01负四 对吧 然后呢 负三倍上去 120 负三倍上去 10负三 对吧 好 再来 用这个E把这个E变成0 那就这个我直接换了 这个变成0 那就负二倍上去 负二倍上去的话呢 这个位置 1的负二倍上去 那就变成了负二 然后负四的负二倍是8 8加负三是等于5的 所以这个呢 就变成了5 所以我们再填到这呢 这个C逆就变成了 1负二5 对吧 1负二5 01负四 001 这是我们求的C逆 所以C平易通过存在行面换 把C化成单位阵的同时 那么E就化成了C逆 这是我们的出等变换法 求逆矩阵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们又用了一个 伴随法求逆矩阵 又用了一个出等变换法 求逆矩阵 这就是我们求逆矩阵的 具体型的两种基本方法 对不对 大家 好 把它把握好 那么求逆矩阵 我们有三种方法 大家再回忆一下 还有个什么方法 伴随法 出等变换法 还有个什么方法呢 很好叫定义法 但是定义法 往往是求抽象型的 还记得吗 好 在下一讲呢 我们会逆矩阵 你看看现在的九奖 这里面精彩的 相当的精彩的 好 我这个过程把它擦掉了 好 擦掉以后 我们接下来来考虑 那么于是 我的A力是不是出来了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的A力 所以A的半数就写吧 A的半数就等于 那么就是等于 A的行列是成A力了 A的行列是成A力了 所以是负二倍的放在这儿 然后的话呢 直接来写那么A力了 A力呢 你会写哈 这个C力在这儿啊 是1 负二 五 零 一 负四 零零一 这是这个 B力呢 写在这儿了 B力呢 是负四 三 二分之七 负二分之五 上下位置 赌零 零零零零零零 这边 零零零零零零零 这便是我们的 A的半数 然后你就把它写出来了 写出来了 那么我简单滑一下 大家看出来啊 这个是 学习我们这一滑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分块矩阵 好 你既然求出了A的半数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A的行列是中 所有元素 带出玉石之河 那是不是就把 所有元素 加起来 还得成乎二 因为乎二就不必成进去 对吧 你先加完之后 再成乎二 是一样的 我们算一下 再把加起来 加起来啊 二分之七加负二分之五 这是一 一加三四 四减四等于零 所以这个加起来得零 这块加起来呢 这三个加起来是一 加五是八 八减四四 四再减二是二 所以这个结果算出了 这个加起来是二 所以最后结果的话呢 我们可以求出来 所有的带数余子之河 是等于负二乘以二 等于四 最后答案填四 负二乘二是负四 从中 要完美啊 要完美啊 完美的 好 那就是二乘负二 等于负四 这就是答案 这题几分 五分 送给你啊 送给你分啊 送给你分 要不要 这个要要的 那这种考题的话呢 就是第二种考法 我习题里也有 习题里也有 大家在听习题 习题里头 我还有一个这种题 也是这种办法 你再做习题 小黄做习题 做习题 再练好它 像这种考题 上个考场 汤汤汤拿下 可不告诉你啊 这个题要没有经过这种 有这个针对性的训练 到考场上 这个是很难的 很难解决的问题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了 第三个方面 我们再来看 哎呀 太精彩了 用车征值啊 Triple Star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来讲一下这一段啊 请大家认真听 可是讲这一段呢 已经有了非常好的 一个前面的铺垫了 我们在讲行列式的 抽象型行列式 就是说大家记得啊 就是AI界没有具体给值 抽象型行列式的 我们的有一种方法 叫什么来干 用特征值 用相似理论来研究 对不对 那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件事了 说一个矩阵的行列式 是不是等于特征值 长起来 一个矩阵的主对角线元素 A11加A22加A33 这叫G哈 是不是等于特征值加起来 对不对 这两个中国的性质 我们依然会体现从啊 这个到第七八九啊 就是这个七讲之后才有 但是我们又把它提到前面了 又把它提到前面了 因为很有用啊 很有用 且我们也讲了 A的伴随和它的关系 大家注意啊 我们前面讲了这件事情了 我给你再推一遍啊 假设A3G举定 A可逆时 G那么的一二三 那么A逆的特征值 就是那么的 I的负一次方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啊 前面那个表格 后面那个表格也说过了吧 所以大家知道 那么A的伴随 等于A的行业是乘A0 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吧 那么就等于 那么的一乘那么的二乘那么的三乘于A0 所以大家这里就很清楚知道 那么A的伴随的特征值 就可以写成那么那么的一打性 就像是它的第一个伴随举的第一个特征值呢 那就等于那么的一那么的二那么的三 乘上那么的一的灰次方 就是那么的二乘那么的三 同理那么的二先就等于这样乘起来 就变成那么的一那么的三 那么那么的三星呢 就等于这样乘起来 是那么的一那么的二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根据A的特征值 可以求出相应的什么 A的伴随的特征值 这一点呢 大家把它记住 我可以再给你 用另外一个方法推 大家记得我们再令法 另外的方法我再跟你说一遍 其实两方法是一个意思 你记得我们在这个上一讲 讲的这件事情 你记不记得 那么的伴随 是不是等于A的特征值 分之A的行列上 你用这个方法去看会更快 我们假设A的特征值呢 是那么的一那么的二那么的三 你注意啊 我们这样的 所以立即可以推出来 你回答我 那么的一的伴随 是不是等于那么的一分之 注意行列上是不是叫那么的一那么的二那么的三 是不是约掉以后 叫做那么的二那么的三 听懂了吗 再来 第二个特征值 是不是等于那么的二分之 行列式 行列式是不是还是特征值的连成级 这样它俩约掉 是不是那么的一那么的三 那么那么的三的伴随 是不是等于那么的三分之 行列式 那么的一那么的二那么的三 约掉以后 是不是叫那么的一那么的二 这个记起来可能会更快一些 你能记住吗 我交给你了啊 对于三级举站来讲 你考试就是三接码 你记住了 A举站给你三个特征值 非零的啊 非零特征值 那么现在你的A的伴随特征值呢 就是任意两个注意 是不是任意两个乘起来就行了 你记住这个黑了 就任意两个乘起来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懂得这样一个关系啊 懂得这关以后呢 大家再回来看啊 你现在就明白了 你现在要求什么呢 如果有种考题是求大一加大一二加大一三三的 我刚才跟你讲过了 A的伴随啊 它里面全是A的小AI界的代数医值 对不对 它是横着的元素的代数医值 是数的鞋 但是它的主对角线元素 依然是大一大一二二大一三三 对吧大家 而主对角线上加起来 是不是叫A的伴随的G 对吧 任何一个矩阵的G 都是它自己的主对角线元素之和 同时听好了 也是什么 也是这个矩阵自己的特征值的和吧 这样说你能听吗 我这样说你懂了 如果你这打个星 大家回答我 打个星 你如果这打个星 是不是意味着 它就是自己的特征值的连成绩 你这打个星 这是不是叫大一一大一二二大一三三 能懂是吧 那这是不是叫 它自己的特征值的和 解释完了吗 它等于自己的特征值的和的话呢 刚才我们在这已经给它推导过了啊 两个方法都推导过了 它每一个特征值和 是不是就是原来矩阵A的特征值的任两个相成 看到了吗 这两个相成 所以呢 就得那么的二那么的三加 那么的一那么的三加 那么的一那么的二 请大家把这一段给我背下来 自己会写啊 背下来 自己会写 我告诉你这要推导的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推导过程 你保不齐它在大体的某个环节中要考到它的 你这个既要既空顺 你也得给我怎么样 把它熟悉的过程 给推导出 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考研这个里头 A的半 无伴随不考研 我告诉你 就这个道理 代数里面没有A打个星 那没有A打个星 这个就不叫考研题 就不要考研题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到了这个例题2.5 看到例题2.5 例题2.5 这个题就有了 好 分析 这个题目答案就直接就有了 分析 那么由于A的特征值是-123 那当我们分析就很透彻了 这个答案就有了 所以大1A加上大122 加上大133 它就是等于T2A star 就是A的半律的G 它就等于 那么就是A的半律 自己的特征值的和 自己特征值的和 然后的话呢 它就等于 那么就是A的特征值 那么的2那么的3 加那么的1那么的3 加上那么的1那么的2 我得出来就行了 你随便了 这是2乘3对吧 再加上-1 1乘3 再加上那么 这个-1乘2 可以了 这个大算是等于1 就是天空的1 好 以上呢 我们给大家就把 这个第二讲 你看第二讲不多 第二讲内容不多的 但是第二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题的角度 供大家参考 例题2.4是我们基础三讲讲过的 大家当做一做 我就不再重复了 但也很重要啊 请大家要把握好它 那么整个第二讲呢 我们就给大家就讲到这里了 要同学们做好习题 各位啊 一定要做好习题 这一讲就可以了 这讲内容不多 这讲就说到这里了 怎么样 大家这一讲没问题吧 这个 第二讲就说完了啊 第二讲就说完了 好 学会了啊 你要学会这个几分各位 五分啊 五分啊 五分我拿下 这五分不要丢分 就这三种考法 不要丢分 好不好 好 说完了啊 下面我们继续 下面第三讲 我继续就 这个纪念了啊 这讲就结束了 我们不下课啊 这个晚上这个时间 两个小时算什么 不需要下课的 这个不需要下课的 对不对 不需要下课的 下面第三讲 开始 考验了 三个小时一场啊 你们数学记住啊 下午八点半 考到十一点半 三个小时 就不能 不能 上这个洗手间的 不可以的 你提摆做不完 你不要说 我中间跑洗手间 跑一趟 跑一趟 还要见过老师 都看着你去 跑一趟不行 再跑一趟 你跑一趟五分 这个人选择铁 再跑一趟 一大击十二分 没有了 都说做不完了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 你们一定要坚持 这个三个小时 雷打不动 这个是要一个 非常好的这样 坚持的 对不对 现在是因为 这疫情原因 我们现在 没有这个 这个条件 在线下 如果在线下 我是可以 让你们检验的 我早晨八点钟过去 我那一坐 我坐到晚上 我都不上线间 这就怎么样 练出来了 这个叫怎么样 叫孰能心巧 孰能心巧 好 好 这个 这个 就这样 好 我们继续开始了 你看看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宇哥要多喝水 这个时候这个 喝喝水 好 我们开始 继续 我刚才点错东西了 点错东西 你们能看见我吗 点错东西 现在能看见我吗 年龄大 点错东西了 这个屏幕上 应该点那个禁言 你知道吗 应该点那个禁言的 然后我点成那个 停止推流了 就是推出去了 脑子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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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脑子 这个 我告诉你 两种人容易得老年痴呆 一种人 就是脑子 他不用的 为什么不用呢 就是 你像 很多 八大国家人 为什么老年痴呆的比例高呢 因为他这个 生活太好了 他脑子还不要动的 他不要动脑子的 所以他容易痴呆 还有这个容易痴呆呢 就是用脑过度人容易痴呆 这个 所以要适度 要适度 用脑也适度 任何事情 也讲究一个度 对吧 讲究一个度 好了 你们不要再棄我 你再棄我又点错这个案件 好 开始 好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讲 矩阵运算 那么第三讲的内容呢 我在前面说了啊 是我们有四个基本功 是吧 包括行列室 包括代数医子室 包括矩阵运算 再包括制度问题 那么现在进第三块了 就矩阵运算 其他看28页 就是结构 这里面呢 我想非常容易给大家说清楚 整个的这部分的 这个内容 大家记个笔记啊 我们待会要详细去谈的 第一件事情 这个直入主题啊 我们不像基础阶段 或者是课本里面 在一步一步去说那些东西 绝大部分都考不着的 或者说大家都会的东西 那么加法 你说举证两个举证加 你不会加吗 举证加法 这个太简单了 那个没有必要去写了 基础阶段都写完了啊 你记住 考研考的这一讲是什么 第一件事 哎呀 太重要了 Triple Star 五种方法 求A的N字密 笔记给我记下来 这就是考研题 这就是考研题 在你电脑边啊 三个选择 一个填空 一个大题 一共五道题 你就是你出题 你怎么出 A的N字密 各位啊 大题小题全出过 我们现在还是能够 这个历历在目 这16年 那是16年17年啊 大题 11分 A的N字密 A的99 也是我们在基础阶段 磨考的时候 单独给大家放到 卷子里面的一道大题 A的N字密 五种方法求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一个一个学 学到底 各位 这种题还能跑得了唱吗 跑不了了 A是智慧 一的方法怎么求 试算法怎么算 分解法 出点变换法 相似理论 五种方法 干脆利索 好 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 跟上啊 求 A的三种方法 即应用 第二个 Triple Star又来了 B靠无疑 以及记下来 我们实际到定义法 这个 A的伴随法 出点变换 这个呢 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展示了两种方法了 方法 大家这是会的 可是呢 这里面还有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它的应用 矩阵的逆 定义自己有考题 A的伴随 哎呀 那个考题太丰富了 没有伴随 不叫考验数学的代数 是吧 出点变换法 相当精彩 有很多自己的应用 所以一女儿生 就会出现相当丰富的 这里面的这个小题目的 非常多的 所以你听好啊 我们在强化阶段呢 加减成逆 我就不要去写加法和减法了 你就没有必要了 两个举论加 两个举论减 80岁 以上老年人出题 可以出这个 可是呢 就是60岁的 年轻人怎么样 心坑手了 不会考加减法 好久没有这么长时间讲课了 这个直播 有点口不遮难 是不是这个词吧 叫什么 童言无忌 这样来理解我的话 童言无忌 可以这样来理解 你们不要说我说的 你们不要去讲我说的 他说的 你们心坑手了 不好意思 我没说过 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讲的 不要过来我头上来 而且你们要保护我 你们要学我保护我 为什么要保护我 我跟你讲 我们在明 他们在暗 你可不要让我去得罪他们 虽然有很多 我们关系都很好 关系都很好的 这个你不要得罪 得罪他们的话 你对你们不好的 你要晓得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知道 童说就考虑这个题 他们听得好 我就不考虑这个题 所以一定要关系融下 我们讲我们的 他们是他们 我们不管 毫无关系 但是呢 我们只要出的好 他们也按这个数 对不对 这一段 简记老师请注意 是不是可以把它 掐掉 接掉 接掉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 还不说哪去了 就这个 继续来 让我中间那段没说 对不对 加减乘逆 加减乘法 你怎么考的 乘怎么考 讲求N次命 一百次命 一千次命 那么好 求逆 好了 加减乘逆 如果加减乘途吧 途没有叫逆 加减乘途完了以后 你们中学代数 开始学什么了 很好 中学代数不就学这个了吗 叫矩阵方程 这不是来了吗 第三块 第三块 我们叫做矩阵方程 很简单了 怎么化简方程 并求解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三块了 第一块就是直接求的 笔记先写在这 我写在这 我利于你以后去翻这个笔记 直接求 就是我给这个矩阵方 讲你可以通过化简 把它画成基本性 第二个 如果系数矩阵不可逆 大家注意 这个要画方程阻求 来了 我们这一讲就有了 我说一遍 我们第三讲 没有错吧 可是我把第五讲的知识 给你讲完了 到第五讲 我们还有更深刻的东西 但是这部分就要讲方程组了 你没有办法 你不能说这里 再不讲方程组 那这个题目怎么综合 我得让你见到这里的 十二份大题 以往是这样考的 两道大题时 这里面就可能出 十二十一 以前是十一加十一 有可能出十一份大题的 那你现在你要怎么考虑 那明天老师说了 我现在就一道大题了 要么这个 缩点计算量 放小题 要么怎么样 放到大题的某个步骤 非常重要 这个极为重要 第三种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如果一二都不行 你既不是基本形 也没有办法 化成方程组 这时候我们称之为 叫做带定元素法 我们称之为 叫带定元素法 怎么说各位 你把位置 局正里所有的元素 给它设定出来 做位置量 建立 看好了 建立 得到关于 函XI XI节的 性方程组 再去求 求出所有的节 拼整局阵 就是你所得到的 位置局阵 太精彩了 还有一个 各位啊 还有一个 我写在这 我写在这 其实这个总结 是太 这个综合了啊 但是我要写在这 黄泽民写在这呢 你到了 第八奖 第九奖 就最后压轴的 那两个奖啊 那个事不大 你也会发现 在相似理论中 在二次行中 大家注意 我们是不是 与实际到一个 一个叫做相似 就是P AP 是不是等于B 各位 以至AB 怎么求P啊 有口题来 十二分大题 A告诉你 B告诉你 怎么求P啊 这难道不是 局正方程的形式吗 叫做 X A X等于B AB都知道了 怎么求X 没有办法的 你这三种都解决不了的 直接求不可能 你怎么画都画不成 这是基本的 第二 他画 他不是方程组 画不了方程组 第三 代理系统法 好 这个A举定 告诉你三阶 各位 这个三啊 代理系统法 只能靠二阶 你就四个元素 二阶 二成二 四个数 就只能靠四个数 你给我九三阶 把卷子的撕了 你给我三阶 我就卷子的撕了 九个数代定系统 怎么考啊 X1写出X9 你见过这种可能组吧 你考题的内啥小子呢 怎么可能这样考 如果他说代理系统 把求一个三阶的 撕了 听到没有 撕了 来老头来你做 你来 九个位置数 怎么求 不可能吧 不可能 这考什么 这考二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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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十阶上三阶了呢 你不能撕卷子啊 你说 三阶出来了 撕卷子 对了 我们就有相似理论了 我们可以用相似理论来求制度 它实际上也是矩阵方式 各位明白意思吗 虽然它可以单独的 顿力的放在我们最后 可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说 还有个什么 是不是二次例论 PGAP等B 我们是不是可能矩阵P 设计到AB的合同啊 那么你都批不知道 是不是XD AX等于B 大家是不是还得求这个X 我们还有什么 对了 我们后面有 这个是可以我们用 正交变换法 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不是还可以配方法来求啊 你看这个就圆满了 你看这个就圆满了 我们就所有一个还有未知矩阵的方程 各位 你这就圆满了 还有未知矩阵的方程叫矩阵方程 可是我们在整个考验里面有四种方法 直接求 画方程主球 带定系数 带定原作法球 以及用相似和二次型的理论去求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掉了 我们到了最后一讲 还会给大家讲成对出等变换法 我再教你一个挺精彩和漂亮的 小的这个手段吧 能解决问题 你想想看 这一块不就来分了吗 这个分 各位 我给你预测一下 2023年 有可能就是我这里说的 几个可能就是我这里说的 1234里面有一个考法 大体 有可能就是这种考法 尤其是以四 和二 是两种作为 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的 这种考法 当然你要都要会的 都要会的 这个是我们说的 这一讲的一个知识机构 下面我们就开始讲 这部分内容 一个 求Aden's me 求Aden's方 这个就不念了 M行N列举行表格叫矩阵 行数等于列数时 我们称其为叫做方阵 也叫做N阶举阵 也叫N阶方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求A的N次命 那么求A的N次命 第一个方法 开始了 A为方阵 且RA等于E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 RA等于E 不对表它是方阵 所以我们就要保证 它的知识页 也要是它的方阵 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直接有一个结论 好 请大家看立体 3.1 大家看到立体3.1 你们可以看 因为31就在下面 对吧 你翻过来就31 翻过来就30 我呢在这写一下 我在这写一下 我待会讲到立体3.1的时候呢 我就不再去说了 这个屏幕这样对比的看 好看 给出一个A矩阵是为 26-4 那么 -1-3-2 对吧 3-9-6 给出一个矩阵 我们一定要善于观察 如果我们发现 这样一个矩阵 实际上是可以写成 一列乘一行的 那么这个一行呢 大家就要找个 他们的公共规律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第一讲里 讲公共规律啊 但是当时我讲的啊 那是自己的列乘上自己的行 是吧 就自己一个列乘上自己的转折 那个是那种规律 那这个可以 不是相同的元素啊 因为公共的东西呢 我们实际上是比较好找的 你要找这一行 你最好打头 用1是比较方便的啊 1-3-2 大家看 这一列是不是相当于 三行的比例系数 那第一行实际上乘上2 承认它是不是得到26-4 第二行乘上-1 是不是得到-1-3-2 第三行乘上3 是不是得到39-6 如果我们会发现呢 A矩阵可以写成这个东西 那大家知道 这个矩阵的质呢 Rs等1的啊 我们很清楚了 这个Rs等1的 它可以写成一列乘一行 在说这一行呢 是他们公共的规律 那么这一列呢 是每一行的什么 三行的比例系数 大家自然也知道 这个矩阵A是有三个行向量组成的 而这三个行向量呢 是呈比例的 所以实际上三个向量是平行的 对不对大家 如果三个向量平行 那非零向量啊 那实际上只有一个 对了 只有一个向量是这个独立的 而其他两个向量是可以被这个向性表示的 所以呢 它的质为E 因为质呢 就表示组成矩阵A的独立向量的个数 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的 是不是 从这个17意义上 你就懂了 好 这样的话呢 这种矩阵 它的n次命是这样求的 你比方说我们说很简单的 A的平方 你们怎么求 你不必拿着九个数 再乘九个数再矩阵成 我们可以拿它来乘 那就是2-13 那乘上13-2 这是一个矩阵A 再乘一遍 2-13乘上13-2 对不对 大家 矩阵成法没有交换率 但是呢 它有结合率 那就相当于说 我们可以一个乘两个乘三个乘四个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中间的先成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结合结合率 它是个乘一趟 那么这样的话 它乘一趟 我们就算出这个结果呢 它就等于 那就是说 1乘一2 再减去3 再减去6 相当于是2-94-7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7作为一个数呢 把它提到前面去了 剩下把这个数成全的放到前面以后呢 放在剩下的就是 就是2-13 大家是不是就 13-2 那回答我是不是 它还是A决定 所以它就等于-7倍的A 是吧 所以呢 A方就等于一个K倍的A了 所以你接着推下去 也就这个非常简单了 按照我们书上 你这样去用两个去理解 那你按照书上写 大家看 是不是就是 αβ转制 乘αβ转制 乘αβ转制 中间你要n次方的话 这是不是叫n-1个 然后呢 把这n-1个数的乘起来 那么提到前面去 剩下什么 αβ转制 是不是就得到了 一个 那么就是 我这个K的n-1次方 乘上A 是不是这东西啊 而这个K是几呢 我们给它说一下 这个是-7看到没有 -7 同学们看 是不是刚好是 主对角线元素之和 对吧 2加-3加-6 这不是巧合 这是一个确定性结论 你记住了 那么这个K呢 就是A的G 所以把它写成了 T2A的n-1次方 乘上A 所以我们说 A的n次方 如果A是方正 那么结论直接背话 A的n次方就等于 主对角线元素之和 的n-1次方 乘以A的 那么这种问题呢 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这个考题 直接就有了 A的n次方 那就等于 -7的n-1次方 乘上A 回答完毕 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考题了 那么这个 一题3.1呢 求的是A的十次方 所以A的十次方 就等于 -7的9次方 乘上A 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考题 是这样的 好 继续我们来推广 立即3.1就说过去了 好 继续我们来往下 继续来看 第二个 更为广直的 那么我们不能只有 这个一个情况 对不对 不能只有这一种情况 好 试算 试算找规律 各位又来这个了 试算找规律 不是说 无 这个章法可循 它实际上 对同学们要求的 是一种 探索 和研究的精神 这种探索 和研究的精神 或者叫品质吧 很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吧 在英文里面 这个探索 叫做search 大家都知道吧 S12C 那么研究是什么呢 叫做research 反复的探索 不断的寻找 这个就是研究 但你的精神是要有的 我们这个未来 大家从事的工作也好 你至少说准研究生 你要去做一定的研究 大家一定要会试 不是什么东西 都是人家给好的 我们可以试算 我们可以是探索 然后重重寻找到规律 这个也是考虑并听老师 对大家提出的一种 基本的要求了 这属于基本素质 基本要求 大家也要这个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如果a方等于ka 大家注意 这个考的特别多 我经常教给你 你记住了 如果a方等于ka 大家立即推 那我问你了 那么两边再乘上a 你想那么a的三次方等于什么 是不是叫ka方 两边都乘a 那么a方等于什么呢 等于ka 是不是就是k方 对吧 那么这个推出来呢 二次方的时候就是一次方 三次方的时候就是二次方 然后一直推下去 我们就得到了 a的n次命 是不是等于k的n-1次命乘a 对吧大家 所以我说 从1这个角度来说呢 你要记住 刚才讲的第一种情况 只是这里的特殊情形 因为呢 对于方正制式1 必然会有a方等于ka 而那里面的k是主对角线元素之和 能听懂是吧 但是有些举证并不是只为一的 但是他也有可能算出来这样的情况 我说清楚没 就是a方等于ka 你知道吗 你就毫不犹豫啊 直接写答了 这个结论是特别爱考的 请大家要给我记住啊 这个结论是特别爱考的 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这场题目啊 待会我们题目一起来看 第二个 如果a方不是ka 而是k被的单位阵 那这里面你要想了 那么我的什么 那么就是 我的a的偶数字面 那么就是写成了 a的二次方的n次方嘛 就等于k的n次方乘以 对吧 尤其这个啊 如果是负的单位阵的话 就算k是负1 a方等于负1 那么a的四次方就是1 这个题目你要会啊 你要会啊 小题大题里面的某个步骤啊 有的时候在一个小的一个环节 你没搞清楚 那个方程你化解不了了 但是有它你化解就快 如果是a的奇数字面呢 那很简单 那就是k的n次方乘以e 再乘以a 就变成了k的n次方乘以a了 对吧 算a方 那么如果a方没有规律 大家有可能是算a的三次方 那比如说a的三次方 等于k等 这些次数不会太高的 它让你试算 或者找规律 它就一定不会过分的为难大家 对吧 好我们来看点题啊 请大家看到32页 我们开始这一堆题目 走一遍啊 1比2 3点2 分析 给你个a矩阵 求a的十一次方 那你不能瞒干 是算a方 我不用算啊 2-3 1-2 乘2-3 1-2 自己算 这很简单 那么4-3这是1 那么这行成这一列 负6加6是0 那么这行成是2减2是0 然后呢 负3加4是1 是单位阵 不用犹豫了吧 直接就来了 所以我们立即推 我的a的十一次方 是不是等于a的平方到五次方 再乘以a 很简单 因为a的平方是1嘛 那么1的五次方还是1 所以答案被a 就直接填1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2G的这种情况呢 大家算起来很方便啊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不是单独考题 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过程当中的某一步 你要学会这个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 立即3.3 这个稍微复杂一点了 分析 那但是你要学会怎么样 你要学会 对了 大家要学会去处理它 你首先这里面各位这次不有个k 这个三分之一的提出来 你把三分之一提出来 对不对 这就变成了2-1-1 -1-2-1 那么-1-1-2 然后呢 大家再去算a的平方 同学们a的平方 是不是就是九分之一 强算这个矩阵的平方了 这个相对就好算多了 好好好 大家 我不啰嗦了 这个算出来 还是a 来说答案 太好了 你只要转出来 这个自己做 这个当作业 你们自己做 a方只要算出来 等于a 那马上就有什么 a的n次幅等于什么 这是一倍的a 一倍的a 那就相当于是 一倍 1的n-1次方 乘以a 能够用什么 所以立即可以得到 那么a的九次方 是不是还是ag的 这个答案呢 还是a 所以就出a 我书上有写过程 标准答案就这样写的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推过了 推过了 你现在k是1 那么直接就a的九次方 这个速度要快起来 各位 这个速度要快起来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一年 那个大企就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又怎么好推的 很多东西推半天 那这不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要能够快速准确的 把它写出来 这个答案 我们不仅要讲这个 会还是不会 我们还要讲速度 你快不快 提现你的熟练程度 熟练程度 往往是接下来 你越熟练 这个情绪做的准确率越高 对不对 好 再来 3.4 你提3.4 a的13次方 这个你算一下了 分析 还是那种啊 探索精神 大家算一下 a的平方 等于 乘起来 我不算了 自己算 负1 1 负1 好 它不是三分键 但是没有关系 它是对角阵 那么你马上算 a的平方的平方 各位 是不是主对角性元素 都平方啊 是不是就三分键了 所以你会得到 a的四次方 等于三分键 好 有了 所以a的13次方 那就等于 a的四次方的三次方 再乘以a 这不就有了吗 对不对 所以a的三次方 那么这个还是 这几种情况啊 我都给大家找到了啊 你要去 在考虑当中 如果出现了 这样的过程 你可别说 你没学过 你实际上是学过了 反正遇到高次灭 那么需要在 试探的情况下 得出结果的 那么这个呢 是一种重要的思路 需要大家把握 好 这是我们说的 第二种情况 好 下面第三种情况 回过来 看31 第三种情况 一单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分解了 分解 这个呢 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经典问题啊 这个经典问题 有可能考到啊 你要注意 如果 A可以拆成B加C 这里还有个注意啊 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你拆成的B加C 一定是成绩可交换啊 笔记笔记啊 成绩可交换 我们知道 B C是不一定等于CB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了 你拆出来 必须保证B C等于CB 我们才能用什么 二项展开式 你才能用展开式啊 你的中学的二项展开式的方法 必须是保证B C等于CB的 如果B C 成绩不可交换 这公式是不成立的啊 这个大家是知道的 对不对 这个不用啰嗦了 所以呢 这个道理是这样 你的第一个等号 取决于这个 这个没问题的 就是A等于B加C 那么A的N次命 自然等于B加C 但是你第二个等号的成立 是要取决这个的啊 你要注意 它是取决这个东西的啊 没有可交换 不能写第二个等号 这个大家懂得的是吧 那我就问你 那你比如说 那你这个B加C 一般写的什么 一般是不是写成B加E了 你里面得有个单位证吧 你要里面有个单位证 你就记得B乘以E 一定等于B乘以B 这个是最稳妥的啊 所以一般我们猜的话呢 得能猜出一个单位证 这是一个比较稳妥和保险的情况 那么命题呢 它往往也是这样的一个啊 就是不会太为难大家 是吧 就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如果B等E 那些啊 如果其中有一个E嘛 是吧 那么就是这个数字了 因为你展开是呢 叫CN0 乘以B的N字方 C的0字方 是吧 再加上CN1 这是CN1 乘以B的N-1字方 乘以C 再加上CN2 这是CN2 乘以B的N-2字方 C2 B的加加加加 加到C的字方 这个大家知道的 如果B是E 那么这个是单位证 这个是单位证 这个是单位证 之外 那么如果B C CB0.0 那么中间都没有了 所以A等字方 等于B等字方 加C等字方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啊 那么这个分解的情况呢 也是要同学们要注意的 好 在技术阶段我说过 你如果考这个情况 一般不能显得不多像啊 所以的话呢 你这个B如果是E的话 那么你那个C啊 它的次数不会太高 就是C的稍微来个三次方 可能就为0了 就是这个道理是吧 那为0的话呢 我们后面就不要写了 我们来看题啊 请大家看 一题3.5啊 一题3.5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这种问题 一题3.5 好 看这个题啊 这是比较经典的问题了 分析 A举定是这个 A的十四方等级 我们把A把它拆成 那么很简单了 1 1 1是吧 再加上呢 就是01-1 001 000 那么把它记成 E加B了 对吧 其中有一个单位在 那么我们就不用犹豫 他俩前期可交换 是吧 于是的话呢 我们算一下这个B B的一次方已经知道了 那么B的平方 可以几乎 01-1 001 000 那么再乘上 01-1 001-000 这个大家很好算 那么B的平方算算是这个 001 000 000 有时候说 你怎么算这么快 答 算过了 很好 自己算啊 都没这么难的 B的三次吧 不用犹豫 零举正 很好 那么算到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马上就有结论了 什么结论呢 那大家看啊 所以我带的A的十次幅 等于 那就是 E 加上B的十次幅 对吧 那第一项 C10 0 是1 乘上1的十次幅 乘上B的零次幅 加上C11 就是10了 乘上1的九次幅 乘上B的一次幅 再加上C12 是二分之 十乘九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啊 然后E的八次幅 E的平方 后面是不是就没有了 他懂了啊 因为你在下面写 C13 然后是 E的七次幅 E的三次幅 往后是不是都是0了 你B的三次幅是0 那么E是推 那么B的四次幅 到B的十次幅 是不是都是0了 所以后面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把答案写出来了 它就等于 E的十次幅 还是11 对吧 加上 那么E的九次幅 还是E的十倍的B 十倍的B B在这 那么就相当于是 0 10 负10 0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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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是吧 再加上 这块的话呢 25 45 45 B方 B方在这 所以是00 45 000 000 加起来 最后答案就出来了 这个答案如果算错了 立即怎么样 复习到6点 是吧 这个算错了 就复习到6点 回答完毕 这种题目做完了 是吧 这个题是求A的十次方 有同学可能会问 老师 这个举件求十次方 我可不可以用相似理论啊 相似对角和理论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综合性思维 这一题我注里面写了 这个举件不可相似对角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 我留个A不可对角化 故这题不能用相似理论求A的十次方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不用你算的 请见第八点 我会说给你听的 我会说给你听的 到时候 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个 比方说 我们在这个题目的 比方说我们在 例题三点 这个 例题三点三后面 我就写了 A方等于A的十次正 一定可以相似对角化 再往前 A方等于E的十次正 一定可以相似对角化 这些为什么 我们都要照第八讲去说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选项 你问我他能不能相似对角化 我马上看到他 我说他不可以 为什么呢 我们第八讲 会给大家总结的 所有的关于A几次 能否相似对角化 我们有充要条件 有必要条件 有充分条件 还有否定条件 我们这样全面的复习 一定会能够最大限度的 让同学们在考前 做好这种准备 这句话是题外话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 A的N字面 我只是说 这个顺带的说的每句 但是我们在书上的每句话 都会有回应的 在后面我们会有相应的 这个问题的回应给大家 现在先留一个 我签你的账 我一定要还的 好 现在看回31 我们看第四种方法 第四种方法呢 也是对大家的基本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了 如果一个A矩阵 看好了 左边乘上 出等阵的N字面 右边乘上 出等阵的N字面 那么就根据左航右列定理 如果在A的左侧 乘上出等阵的N字方 表示对A做了 于出等阵P1 完全相同的出等行变换 并重复N字 这个大家懂得啊 然后如果右边乘上P2的N字面 那么就意味着 把做完了出等行变换之后的新矩阵 那么再对这个列 左和P2完全相同的出等阵变换 且重复N字 好 我们来看立体啊 这里面的立体 我们来看立体3.6吧 我们看一下立体3.6 立体3.6 这种小的过程呢 大家也要把它把握好 这以后都是一些命题的一些个什么小零件 好 他说B的三次密 乘上A 乘上C的五次密 等于做少 A矩阵呢 我们摆在这儿了 是12-13 就是A矩阵 那么B呢 是10-11的三次方 那么这边C呢 是0110的 0110的五次方 表面看起来很复杂 但这个是口算题 好 大家看 左和右列地点 对于A矩阵的左侧 乘上一个B的三次方 我们先不要看三次方 你能看出来 从行上读 这个是单位阵怎么变来的吗 打得好 是不是把单位阵 1001的第一行的负一倍 加到第二行 故 他重在A上 就是把A的第一行的负一倍 加到第二行 且做三遍 能听懂吗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答案很简单了 所以这边的层 B的三次方 我们先把它乘出来 那就是把第一行的负一倍 加到第二行 做三遍 那么就相当于是 负三倍加下来 负三倍加下来 负三这个第一行就不变了 一二 那么负三加下来 那么这是负四 对不对大家 然后呢 二乘以负三 负三加来负六 负六加三是负三 这是我们做这个工作 然后再乘上 0110到五次方 那大家告诉我 这个矩阵重在上面 是右列是吧 就是在矩阵的右侧 乘上这个C 先不看五次方 这个按列度怎么读 很好 是把单位阵 一二两列互换 对不对 换几次换五次 那大家想 换一次再换一次回来了 所以偶数次换完 是不动的 所以四次方换完 是不动的 所以五次方 相当只换一次 所以它就变成了 那么二负三 一负四 这个小环节 大家要把握好啊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难点 那凡是遇到高次命 你要看一眼 这个高次命 是不是考虑了车诊变换的问题 那么这样可能 最大限度的降低 我们的这个问题的 这个阶梯的速度是吧 最大限度的将近的阶梯书 好 接下来 第五种 也就是最后一种 也是重头戏啊 那就是说我们 涉及到的 用什么 哎 在哪了 第五种 那这个 Triple Star 没有问题了 用相似理论 求Aden's Me 我们在这讲完 到第八讲的时候 相应的那块知识呢 我们就把它就可以综合起来了啊 这块内容很重要啊 我在第三讲里面 我们就已经涉及到了非常要紧的问题啊 我们待会有一个综合性的题目要给大家要介绍啊 所以待会呢 我们要认真的来做这个题目了啊 认真的来做这个题目 如果A和B相似 我在底下再写一遍啊 A相似于B 那么它的定义呢 就是存在可立矩阵P 使得P逆AP等于B 那么这样的话 你反解出来A 那么A呢 就等于PB 要乘上P逆 对了 A左边这边 左侧乘P 右侧乘P逆 两边都这样乘 就把A解出来了 所以的话呢 大家就知道 那么A的平方等于什么呢 等于PB逆 再乘以PB逆 对不对大家 那么P逆P 根据结合率 这个是等于单位阵的 所以呢 它就写成了P B方P逆 那么根据归纳法 很容易就得出来 我的A的N字面 就等于PB的N字面 乘上P逆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了 基本思路就这样的 那么同理 如果这个B 改成了Num的 就不用重复了啊 如果A是对角阵相似 那么这里写对角阵 这里写对角阵 这里都是写对角阵 所以这个变成了对角阵的N字面 那么按道理来说呢 这个对角阵的N字面呢 这考的就是对角阵的N字面 直接就是主对角线上元素的N字面 所以这个呢 考的比较多啊 这是当年大题里面啊 一个A的99之邦难倒了一大批学生的这种考题 我想大家这个对于你们来讲 这应该是不是什么男士了 当然这也有变体的这种形式 我们先看一下立体3.7 做个热身 然后我再来讲立体3.9 就是这个压轴的啊 就有可能这个就能出一个大题 立体3.8可以当作业来做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立体3.7 就是在这个实际的问题当中啊 立体3.7 分析 他说ABC三级矩阵 满足AB 得B方减BC B呢是这个矩阵 C这个矩阵 请问A的五次方阵是什么 显然你这个相当于 像一个矩阵方程一样是吧 显然呢我们要把它这样进行一个 横顶变形了 你把这个什么 B先这样提出来 所以AB呢是等于 把B挤出来 是不是叫B减C 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这一题呢 B的行列是等于1啊 B的行列是等于1 是不得零的 那么B是一个可理矩阵 所以呢我们是可以这样写的 两边乘 右边啊 在右侧乘以B例 所以A等于B乘B减C乘上B例 能看到吗 这乘B例 这乘B例 这边有B例 这个B例约掉了 所以呢 A呢就等于B乘上B减C乘成B例 实际上大家看哈 你这个是不是就这样来思路了啊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个P 这个是个P例是吧 那多意思吧 那这样的话大家自然就知道 我的A的平方呢就能写成B乘上B减C B例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两个是不是乘起来就抵消了 没有了 是不是相当于就变成了B乘上B减C的平方比例了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可以用规定法得到A的五次方是等于B乘上B减C的五次方再乘上比例的 好不好 这个呢我就提醒一句就行了啊 接下来大家自己做 因为这里B C都告诉你了 请同学们读理完成这个题目的答案 这个答案呢最后等于是10-1 那么01-1 这是最后的答案 这个是一种变体形式啊 那你这样你自己发现 命题老师说什么呢 就是只要A啊 这个矩阵 等于A这个矩阵 等于什么呢 中间是个矩阵 如果这两边矩阵是互逆的 不管是PP逆 还是P逆P 大家想是不都能造成 它的次数 等于中间的这个次数 直接能回来 能听懂意思吧 因为它终究这两边是有抵消的 你不管这是P 那么这边就成P逆 这是P逆 这就成P 它总会抵消的 是不是啊 这种题呢也要会啊 要会 好 重点 我们来看第五个问题的最重的考法 因为立体3.8呢 是考过了 因为这是大棋考过这种了 当作业座啊 这个也有应该是有视频讲解的 下面我给你看一个立体3.9 哎呀 来了 这个够是 哪一件考题 自己记笔记太好了 2023年 就考这个题 原题 就考这个题 可以 我在模考卷中啊 曾经给大家编了一个应用题啊 这是有实际背景的应用题 这种递推啊 我们把它摘掉啊 因为代数考题考应用题 本身这个题就很难了 你再考个应用题 卷给它死了 对吧 所以现在代数问题呢 老师也不会给大家太为难大家 你高的数学还有应用题 是吧 物理应用 经济应用 你到了概率统计 你概率统计本身它就是这个有背景的描述嘛 你代数再来应用题 就这样给死了 对不对 你现在不是说这个人数增长 增长起来 要降低考验难度嘛 对不对 你怎么降低考验难度啊 所以不能在为难学生 我们不要看背景的东西啊 当然为了预防 我在集体里是给你又写了一个带背景的 其实建立起来就这种 你把这个给我学会就行啊 两个数列给了 A1是1 B1是负1 然后递推式呢 是AN等于这个 B1等于这个 你这个有意思了 AN里面呢 既有N减1 又有B的参与 B1里面呢 既有B1减1 又有A的参与 这种相互纠缠的两个数列 形成的这种D推 怎么求NB1的表达式呢 我们在现代数里 是有精彩的方法的 我们可以用相似理论来求 首先第一件事啊 我们要把它写成矩阵形式 你要求NB1的表达式 我们是可以直接把它建立成 一个矩阵能 这既是一个二维的一个向量 大家也是一个矩阵 对不对 大家好 我们来写一下 NB1等于什么 准研究生们啊 你们肯定考得上 这一点你放心了 考上以后 你们很多的这个 这个表达式写起来啊 以后你们要学会写矩阵形式 不要一个一个写 不要一个一个写 那又等于什么呢 AN-1加上2倍的BN-1 那么这个是什么的话呢 BN等于什么呢 负的N-1加上4倍的BN-1 矩阵相等嘛 对元素全相等 来吧 各位 会了吧 我们可以把这种线性组合写成什么 很好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系数阵 乘上一个这个向量 对吧 那么这个顺序你要注意看哈 那么左行 你既然知道我的N和BN呢 我是横着写的 那么这样我写N-1 BN-1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知道 是在这个向量的左侧写 我们是针对这个行的 从形式上来讲 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啊 好 一行乘一列 那么就是12 能看懂吗 这样的话呢 是-14 对吧 大家 找到了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这个 很简单的递推了啊 就说我大一号的 变到小一号的 前面是不是成成一个局限 所以一推 我的ANBN写下去了 它就等于 一直写下去 会了吧 大家 当我写到 我就还要多写一步嘛 不需要啊 大家知道 这是一次方吧 那你再写N-2 BN-2的时候 这是二次方 好 当我们写到 A1B1的时候 回答 答得好 这是多少 那么这是 12-14的多少 这个次数加这个下标是N 这是1的时候 这是不叫N-1次方 对了吧 所以我们另说一个矩阵 把它写成A的N-1次方 乘上A1B1 A1是1 B1是-1 同学们回答我 那么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求什么 对了 那你为了写中 我的A矩阵 A矩阵是为 12-14 我们就要求 这个A矩阵的N-1次方 你只要把A矩阵的N-1次方 求出来 同学们想想看 是不是你的这个表达式 也就求成 能听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什么 转化成了我们的 这个求一个方阵的N次面 这个就很巧妙的 很巧妙的事情 好 接下来 这个题目就来了 这个考题就成为了 求A的A等于 A的N次方 它就等于12-14的N次方 这个如果大家用试算的规律 你会发现它没有规律 它呢也不是智为1的 那么这个呢也不好猜 就是用分解的方法也不好做 它也不是这个初等阵 所以像这种矩阵 它用前面的方法是研究不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大家就要想到 我们用很好 这个相似理论来做这个题了 我现在给大家 把这个过程呢 我们把它写一遍哈 这个相当于是 对大家提出的 比较高的要求 我这个要求呢 你说算高也算高 实际上大家是学过的 而且是二阶 不是什么难事 好 开始了 第一件事情是 这个来了啊 第一步 那么的E减去A的行列是 有印象吗 我要干什么呢 打得好 第一步求A的特征值 特征项链 来了吧 另击为0 也就是说 我们用那么的减1 那么这是负2 这是1 这是那么的减4 是不是这个行列是 等于0 能听懂是吧 那么的减1负2 1那么的减4 算出来 这很简单啊 变成那么的减2 乘那么的减3 我们另7为0 我们就求出来 这个A矩阵的特征值 那么的1等于2 那么的2等于3 过去吧 根据特征方程 求A的特征值 第二步 用特征值来求 它的对应的特征项链 所以那么的1等于20 我们来解方程组了啊 我们的方程组呢 是这个2E减A X等于0 对不对大家 那么它的系数矩阵 那就来了啊 你把2带进去了 2减1是1 负2 1 这是负2 对不对大家 所以你直接换了 转动航面换 1 负2 是不是0 0 有印象啊 好 请问大家 这个系数矩阵 质是不是1 所以我们的基础 解析当中 所含着相当的个数 S等于什么 等于位置是个数2 减去系数矩阵的1 所以只有一个 基础系里 只有一个成员 叫可思1 打转阵 那么随便复值了 因为这两个台阶都可以了 我这儿随便复值 你比如说 我这个位置写 复值为1 对吧 可以定常中吧 然后 负2乘以1 加一千几得0 打2 很简单 所以是21 是可思1 对应着 那么的1等于2的 持人向量 对不对大家 是K1被的可思1 只有K1不得0 汇求2 非常简单 第二个 那么的2 等于3 10 我们解的方程主是 3E 我们解的方程主是 说多了 嘴都瓢了 3E-A X带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说 3-1是2 这是-2 这是-1 这是-1 对不对 我们一样的 简单把它写成了 把第二行挪到第一行 1-1 0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得到可思2 不用落后了 我一直就各数两个 基础解析 这个系统决定值是1 2-1是1 所以基础解析当中 喊一个向量 还是这样复值吧 那这复1 复1乘以1 加1乘以几则0 那么这个位置 写的是1 所以是11 我们就得到了 那么在等于3 对应的成能向量 是11 接下来会写了吧 这不就是我们的 这都是我们的最常见的 一步第二步 求特征值成能向量 第三步 是不是拼矩阵了 令P矩阵 等于可思1 可思2 那就令成 那就是我们写成2111 跟上啊 那么令出这个P矩阵的话呢 我们马上就有什么 那就是 立即退 那么P逆AP 是不是等于num的 这个num的呢 对应的这个23写 是不是就是23 有了吧 所以我们马上可以求出 我的A矩阵就等于 那么左边成P 那么的P 能看到意思吧 于是我要求到 A的n减一次方 就得P 那么的的n减一次方 是不是乘成P 大功告成 我们来写一下啊 P矩阵是2111 那么的n减一次方 是2的n减一次方 3的n减一次方 对不对 这写0 那么P逆呢 这不又来了吗 二阶的啊 这个行为是减 2减1 行为是-1 所以P逆是等于 P的伴随的 一起背 主对调 1 2 复变号 复1复1 跟上边要 我们就把这个 就把它写出来了 好 我们把它算出来啊 这个我带着大家算一遍吧 两个两个乘啊 先乘它俩啊 这一行乘 这一行乘 这是2的n字方 对吧 这个乘的话呢 是3的n减一次方 这个乘呢 是2的n减一次方 这乘的话呢 这乘的话呢 是3的n减一次方 对吧 再乘以1 负1负12 好再来一遍 它就等于 我直接来了啊 它乘以它 是2的n次方 减去3的n减一次方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它乘以它 是负2的n次方 加上2倍的3的n减一次方 它乘以它 2的n减一次方 减去3的n减一次方 它等它 负2的n减一次方 加上2倍的3的n减一次方 这个要做对啊 不要做错了 好 这是我们求的 a的n减一次方 好 还没完呢啊 记住 你还要求什么 很好 你现在求的 这个n减一次方 已经出来了啊 就n减一次方 好 你求n减一次方 你出来了 现在n边 是不是措手可得 你再给它乘什么 乘个雷项亮 1负1就行了 好 再来 所以再来一步 所以呢 我们就这行滑掉了啊 所以立即可以得到 我的n bn 就等于它 乘上1负1 能懂吗 这不就来了吗 所以再来一遍啊 它跟它乘 念就是2的n次方 减去3的n减一次方 再负负的正 加上2的n次方 减去 是不是减去了吧 2乘上3的n减一次方 对吧 然后它分它乘 2的n减一次方 减去3的n减一次方 乘1的 再减负的正 加上2的n减一次方 减去2倍的3的n减一次方 大家整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了 看第一个数哈 2的n次方 加上2的一次方是2倍的 是不是叫2的n加一次方 减去 减一个再减两个 减去3倍的 所以是减去3的n次方 能看懂吗 这不减去3的n次方 底下呢 它加它是2倍的 所以2的n次方了 减去3倍的 所以减去3的n次方 回答完毕 这就是a的n的表达式 这就是bn的表达式 这个部分的内容 我们就学会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大问题 5种方法 求a的n次方 你听懂了吗 你听懂了没有 回答我 听懂没有 非常好 大家一口同中说 听懂了 屏幕前面的同学们 你们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第五种方法 它所涉及到的 是我们相似理论里面 也就是整个代数最后的东西 那你这怎么学呢 你知道当年 为什么考到求a的99次方 去就懵了 为什么懵了呢 你只从前面想 矩阵的99次方 你总是想的是 矩阵乘矩阵 用什么特殊技巧 你只想这个东西去了 完蛋了 实际上命令是考到在最后了 它就是让你用相似理论 来研究这个问题 而我今天这个题目 我给大家前面又套了个帽子 我套了个帽子 你要懂得 我们可以通过D推式 把它转换成矩阵相承的形式 最后转化出来 是一个求矩阵的问题 那这个就精彩了 这样的考题如果出来 那会比2016年 那个所谓史上最难的一次考题 代数考题 还要再精彩 好了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各位学习就这样学啊 你们现在应该能理解 为什么我要 就要带你们闭关修炼 代数这样学 解决问题了 你就要用这个方法去学 我们就要把整个这本书 都这么学下来 这就是代数九脚 好我们继续来啊 继续来 接下来我们 还半小时啊 我们继续啊 这个不停啊 好 好 继续啊 我们 你们就写过了啊 这个是三种方法 求A逆 对不对 大家 是三种方法 求A逆的 第一个呢 我们用A的伴随法 A的伴随法 简单再说一下定义啊 对于一个 AI阶 组成的A矩阵 那么 它的元素 求出的代数 只是 注意啊 航上代数 是数的写啊 一定要注意 是数的写的 这样写的 我们称 这个呢 叫做A的伴随 大家知道 任何一个方阵 都有伴随矩阵啊 这一点 你需要把它搞清楚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我简单再推一遍啊 有一个核心的 灵魂的公式 是这样的 A乘以A的伴随 我以二节为例 简单写 A11A12 A21A22 注意看啊 那么乘下A的伴随 就第一行元素 代数区子是 是不是数的写 那就是 大A11 大A12 第二行元素 代数区子是呢 数的写 写第二列上 大A21 大A22 为什么这样写呢 它主要是为了 推小下面的公式 你看啊 我问大家 是不是这行成这一点 因为我们有 行列式的展开公式 或者说展开定理 大家是不是 自己这行元素 乘以自己的代数区子 是 是不是得到 A的行业审 对不对大家 好 我给你看一个 有意思的事情啊 小A1 小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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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大A21 重写啊 我这么给它写啊 A21 乘上大A21 加上 A22 乘上大A22 各位这是什么 很简单 这不就是A11 A12 A21 A22 这是原行列式 对不对 那么现在 你看好了啊 我把 A21 是不是换成了AE 是不是把A22 换成了A22 所以你说 这个行列是等于什么 我们第二讲 讲过来 那么你现在就是说 你是 A21 A22的位置 那么实际上 前面的这个东西 是不动的 哪个东西不动呢 你这一行元素 前面这个是不动的 是A11 A12 这个是不动的啊 这相当于打新的那个位置 对不对 但是你把这个A21 是不是改成了A11 你把这个A22 是不是改成了A12 各位看 这两行是不是相同了 行列式是不是得灵了 这也就是有些课本上念的啊 自己的元素 乘上自己的代数与子式 是原行列式 但是如果是用另外一行的元素 乘上这一行的代数与子式 结果是不是得灵 原因就在这 只要大家去背那个呢 实际上是窄了 那个范围就窄了 你说某一行第I行的元素 乘上第节行的代数与子式 加起来等于灵 只要I不等于间 但是这个是对的 但是呢 它不够宽缓 我们说的是随便换系数 各位对不对 你就不管它是哪一行的元素 我不管你的 你一告诉我什么 我就换成什么 我就把相应的这个东西 给它换过去 最后算出来 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个才叫统一的方法 你这样的话才是真正对 这个代数与子式啊 你懂了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不用去讲课本 那个定理了 那个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应用 我们讲一个统一的 这个方法 这个就得灵了嘛 对不对 同理 你用第二行元素带出去的事 乘以第一行的 第二行元素 乘以第一行带出去的事 得灵 第二行元素 乘以自己带出去的事 得到A的行列室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把这个又给大家 推倒一边 这个实际上我讲过了 就是今天讲过了 但是因为这个公式 太重要了 我又说了一遍 好 大家来看 它等于什么呢 很简单 你把K提出去 这个K往一提 这个叫A的行列室 乘上单位证 对吧 所以这个核心的灵魂公式呢 就是 A乘以A的伴随 等于A的行列室 乘上单位证 那么由于这个是E了 它可以写成A的伴随 乘上A 这个就不验证了 不验证了 这两个是可交换的 这个我们在基础前讲过了 就不做重新的证明了 A乘以A的伴随 等于A的伴随乘以A 等于A的行列室 乘以单位证 我们接下来有十大公式 大家还记得到 都是从这个公式出发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遍 这十大公式 我想呢 不用啰嗦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灵魂的核心的这个公式 再背一遍 A乘以A的伴随 等于A的伴随乘以A 等于A的行列室乘以单位证 这个呢 是基本公式 然后两边取行列室 来一起来一遍 念一遍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A乘以A的伴随 取行列室 就等于A的行列室 乘以单位证 再取行列室 对不对 由于假设NG矩阵 所以立即推 这两边呢 AB的行列室 等于A的行列室 乘上B的行列室 就等于把数提出去 那么要写成N次方 E的行列室是1 不用写了 所以由此可以得到 当A的可逆情况下 A的伴随的行列室 等于A的行列室的 分减1次方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第二讲里 用了它了 是不是 这个方法呢 我就说到这里了 我其他的呢 我们就不再证了 因为在技术学院 都证过了 不再证明 我还是那句话 考研不考这些公式的证明 而考这些公式的什么 很好使用 好 接下来记一下 三 先转制再伴随 等于先伴随再转制 其实三大运算 皆可交换了 A的转制 可以写成A的转制的N 对吧 然后A的N的伴随 是等于A的伴随的N 对吧 三大计算 求N 求转制 求伴随 任何两个运算可交换 这个大家是熟悉的 好 来了吧 Ka的伴随 等于K的N 减一次方 乘A的伴随 你要说个总结 你拿着一个 立即脑子里就想了 那么我这个三大运算了 Ka的转制 那K提出去是不变的 对不对 Ka的逆 那么就 K提出的K分之一 那K不得零 那么 Ka的伴随 这里不就有了 K的伴随 是等于K的N 减一次方 乘上A的伴随的 那么你还要扣一个 就是Ka的行列式了 K的行列式 K提出是K的N次方 乘以A的行列式 那么你加上这个 就讲相当于四个运算了 然后大家要把这些东西 你要总结 要学会总结 这个我们都讲过的 好 大家五六 这两个共享 你不用说 我们就从这个 基本公式推来的 前面讲过了 A的伴随 是等于A的行列式 乘以A的 你把A的行列式 求出来 A的伴随就出来 同样呢 你反过来说 你如果要求A的 大家看 求A的不就这个吗 那就把A的行列式 拿回去吧 对不对 所以A的等于 A的行列式 分之A的伴随 这两个各位 我们是不是都用过了 而大家记得 第五条 刚好就是 我们求A的方法呀 你记不记得 这个二T举战 主对调 负变号 是不是求的是 A的伴随呀 我说你还记得吧 然后再乘以 行列式分之一 不就是A的吗 这个是讲过的 讲过的 这是这个 然后这个 介绍过了 这个A的伴随的 例 等于A的伴随 我刚才写过了吧 A的伴随 等于A的伴随 你讲过了 好 这个A的伴随的伴随 等于A的行列式 N-2次方乘以A 这个大家也得记 这个东西 你也得把它记住 推着推过了 实际上 对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我想到 咱们到 这个位置 会给大家 还有一个总结 还有一个总结 你记不记得 我前面跟你说过一件事 如果 N是等于2的 如果是N是等于2的话 A的伴随 伴随 是不是等于A的行列式 N-2次方乘以A N等于2 这个是不是就是1 是不是就是A 我前面好像你推过吧 推过这东西 主对调负变号 再主对调负变号 是不是回来了 是吧 那么N大于2的情况下呢 它是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 A的伴随的伴随 等于A的行列式 N-2次方乘以A 这个也推倒过了 你不用再推了吧 你不要再推了吧 还再推再推一遍 A的伴随 乘上A的伴随的伴随 你前面记不住 狗乘以狗的伴随 等于狗的伴随 乘以狗 等于狗的行列式 乘以单位件 是不是 那么这个不就是那个狗 是不是这个狗的伴随 等于A的伴随的行列式 乘以单位件 那么这不就很简单了吗 你这样想处理它 那么就是推到 你求这个嘛 所以立即推 A的伴随的伴随 就等于两面同时组成 A的伴随的逆 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而A的伴随的行列式 是等于A的行列式的 N-1次方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不就缺了吗 而A的伴随等于什么 我们前面讲了 是等于A的行列式 乘以A2 这不在这吗 A的行列式乘以A2 是不是它的逆 再乘上A的行列式 N-1次方 那么这不就有了吗 它就等于 这个K的-1嘛 K就是A的行列式 的-1次方 A的逆的逆 还是A 那么再乘以A的行列式的 N-1次方 所以就等于A的行列式的 N-2次方 乘上A 这不很快就能证出来了吗 大家这个要熟练 我觉得 因为推荡 我们在技术间头推过了 要求你寄 但是如果从问你 那你信手担来 就说明大家对 这个知识掌握的 会显得更好一些 是吧 显得更好一些 这个呢 就是第八公式 第九公式 那么直接两面取行列式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A的伴随 伴随的行列式 对于A的行列式的 N-1 括号的二次方 这是这个 这是第九个了 最后一个 叫做穿托原则 这个我简单说一句 那么 AB的伴随 写成 B伴随 A伴随 你穿一步呢 先穿里面的 再穿外面的 托一步呢 先托外面的 再托里面的 穿托原则 这个也满足的 AB的转制 等于B转制 A转制 AB的逆 等于B逆 A逆 这个我们合乡 穿托原则 这个大家把它把握好 这就是十个公式吧 我给大家就顺便的 他们再把它捋了一遍 先说到这儿 然后 涉及到 更深刻的一些伴随的知识呢 我们到 第四讲 你还有 我想大家到处再把它再综合一遍 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 这质的问题了 这个我们到第四讲 去讲 这个大家应该记得 RA的伴随 大家记得吗 记得 如果A满质 是不是它就满质 如果A的质等于n-1 它是不是等于1 如果A的质 小于n-1 它是不是等于0 你现在能不能像我这样 快速的把它写出来 想到什么东西 迅速把它写出来 能做到吗 我希望大家要能做到啊 这个时候呢 说明你这个基础30奖啊 就是你的代数部分 你学的还是很好的 我问你关于伴随的知识是什么 马上就来啊 信息就先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想提高起来 很快 这个能力就提高上来 没关系啊 你这个如果不会 忘记了 那个什么道路 第四讲 再单独讲 在整个代数9讲的 虚析过程当中 我们不会移动任何一个考验知识 这一点请你放心 所以你 我不管你前面怎么样了 尽量的大家前面要看 我即使你没有看 那么你在这块给我把它补齐了 啊 那你就多花点时间比别人 每天下课以后 去吧 多花点时间 把该补的地方 你要补齐它 啊 好 看题题 这里头的例子呢 就这样了 分析 用好这十大公式啊 来解决问题嘛 就是这个 我们这部分就是这个内容了 是吧 然后他一求的是什么呢 A的行列式乘上B的伴随 是吧 加上B的行列式乘上A的伴随 再取行列式 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吧 所以你要这么处理它 那么大家首先想到 应该一定是什么 对了 它是加好 是没办法办的 所以一定要想到 核杀化机 所以第一步呢 大家用这个工程了 那么一个举阵的伴随举阵 是不是等于 因为这两个都是 这个大一点 这是可逆举阵 A的伴随 是不是等于 A的行列式乘以A的 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所以把它写成 A的行列式乘以B的伴随 就是B的行列式乘以B的 对吧 加上B的行列式 那A的伴随呢 就是A的行列式乘上A的 是这个是吧 好 大家注意 这两个系数 是不是可以提出去了 那么作为这两个系数来讲呢 大家把它提出去了 就是A的行列式 B的行列式 你把它当成K来看哈 那么剩下里面 是不是叫做B的 加上A的行列式 能看懂是吧 你把它当成K看哈 所以大家注意 对于一个N阶啊 对于一个N阶 这是N阶的啊 它加起来的啊 这是N阶的 所以N阶矩的 你要把这些东西提出去 念很好 它就变成了A的行列式的N次方 B的行列式的N次方 我不管输入的顺序啊 这个不管它的啊 好 你现在乘上的是不是就剩下B的加上A的了 对不对 这个好处理的啊 在考验里面这个出现过好多次的 这个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有A加B的行列式 但是没有B的加A的行列式 这个大家这样办啊 叫做左右开工 左右开工 这个有人习惯用右手干活 有人习惯用左手干活 我左撇子啊 除了写字 用右手 其他的用左手 吃饭啊 用筷子 我左手啊 左手 右手 这个加不住啊 这个可以 打球 打球 左手啊 右手 拎牌子 拎不起来 可是呢 我写字是右手 干其他会左手 左右开工 左右开工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啊 这个不要动啊 这个N字方 B的N字方 这个不要动 左边提往外提 这个时候你可以提什么呢 这个随便大家啊 你可以把这个A你往这提 没关系啊 A你提出来 大家注意 你这本身 这个是不是就加上E了 因为乘进去的A你了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边就有个A B你看到没 因为你乘进去呢 让它变成B你 是不是这样提 然后又开工 右开工这样写 这个不要动 N字方 B的N字方 不要动 那么这是A力 这个不要动啊 注意 你往右边提个B力出去 B力提出来 这是A了 这是什么 这些B 你看出来了吧 对不对 左手开工 你记住啊 B力加E力 转化成B加A 用左手开工的方法 这考过很多次啊 这个 你像这种 它没有办法为难大家 这是变成成级的 出来了吧 A力的行列是 跟它抵消 变成N减1次方 B力的行列是 跟它抵消一个 变成N减1次方 再乘上A加B的行列式 回答完毕 A的行列式是几啊 A的行列式是2 所以是2的N减1次方 B的行列式是几啊 负3啊 所以是负3的N减1次方 再乘以A加B的行列 这几个位 5 好 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这种 大家现在又看到一种什么体验 回答我 这是不叫抽象举证的行列式 我们是不是在 那么第一讲抽象举证的行列式的基础上 大家我们势必又给大家增加了这个计算量和难度了 对吧 你就这样的循序渐进才可以 我们这样的话呢 能够把这个问题是全面的予以解决的 大家可以放心啊 我们一定可以全面的把它予以解决的 好 再看一个分块证的 这个提高点难度啊 这个请注意啊 好久没出题了 关于分块证的伴随矩阵 方法是一样的 我认其为C 分析 认其为C 分析 那么请问C等于0A B0 当时你觉得这个分块证伴随阵 你不要犹豫的 C的伴随等于什么 达得好 是等于C的行列式乘以C逆的 各位 是不是第二讲讲过了 你现在应该有这个印象了吗 想起来没有 想起来了 我们在第二讲里面 是不是求那个举证的所有代数与指示之和 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所以你看题员里面呢 他会你那个题会了 那这个题你这样解决起来就很方便了 只不过这个题呢 它需要有一个带着伴随在里面 带着伴随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仅此而已 首先第一件事啊 C的行列式 这个都一样的啊 0A B 0 这个不用犹豫 它等于 那么就是A的行列式乘B的行列式 再参与什么 很好 它有个负一的 看 AB均是二阶 是不是二乘二次方 所以呢 它就等于 这个A的行列是2 B的行列是3 它等于6 所以这个东西是6 所以是有的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就能做了 这个C逆 大家注意啊 这个C逆呢 你当然可以求 你当然可以求 但是从题目当中 我换个方法说啊 大家一步就能到位 一步就能到位 为什么呢 你看 C逆是什么呢 它就等于 本身啊 它就是 0A B 0的逆 对吧 那么它就等于 负对于下来 从这样写下去的话呢 大家要反正写啊 这就是A逆 B逆 这跟原来都一样啊 这是零零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们说 C呢 C的伴随就等于 6倍的 你沉进去了吧 那就是零 6倍的B逆 6倍的A逆 零 对吧 但是一看题目 诶 题目里面没有这个答案 可是 诶 我们会转化 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 你要想转化呢 那么我们就说 A的伴随 是等于A的行列式 乘成A逆的 那么A的行列式是几呢 A的行列式是2 所以呢 它是等于 2倍的A逆的 而B的行列式呢 是等于 B的行列式乘以B逆的 B的行列式是几呢 各位 等于3的 所以它等于3倍的B逆的 出来了吧 所以实际上呢 它就等于0 那么6倍的B逆呢 刚好是2倍的B伴随 能听懂我意思吗 而6倍的A逆呢 刚好是3倍的A伴随 0 所以这个答案 选的是B 答案选的是B 它就在稍微怎么样 再往这转化一步 转化一步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吧 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呢 关于A的伴随呢 我们先给大家 先说这么多 热心一下嘛 因为后面呢 我们的综合性的说 再来谈 这是第一个 叫做A的伴随的问题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A逆 关于A逆的相关的总结 我想呢 这个也是比较这个 全面的啊 全面的总结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 来把这部分总结做一下 你听好啊 总结完了 我们下面啊 才会有精彩的综合性的问题 会出现 这部分呢 有点像杂货铺 但是呢 它的体系呢 一拎就是起来的 好我们看A逆 第37 第一个定义了 对于方程AB 如果AB等于E 则AB互为逆矩阵 这个我不再啰嗦了啊 但你要强调啊 一定是方程啊 所以两个方程乘起来 等于单位阵 才是互为逆矩阵 长方形的乘起来 有可能等于单位阵 但是它不是逆矩阵 不是方形 没有逆矩阵 那么A逆等于B B逆等于A AB等于BA 这个就不用再啰嗦了 对吧 性质呢 这五条 我们也讲过 求逆再求逆 还原回去了 穿透原则 对不对 这个也讲过了吧 这个也讲过了吧 这个也讲过 你看 是不是在讲 伴随着十大公司的时候 这些都讲过了 然后就不再啰嗦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 怎么考了啊 考法的话呢 主要是这样几个了 一个 具体型的 这个咱们算过啊 你不管是二阶三阶 大家这个步骤啊 很清楚啊 你第一步 先求A的行列室啊 因为A的行列室 要验证它不得了 第二步 是不是大家在求A伴随 对吧 第三步 再拼起来 我们的A逆 就等于 A的伴随 再乘上 行列室分之一 是不是这个 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 掌握清楚 我们这个 有立体啊 有立体 但前面实际上 我们已经讲过了 大家在用的时候呢 这个就直接 可以去用它 就可以了 对吧 用它就可以了 我这个 在这儿再强调一遍 也没有关系啊 立体3.12 我们看一下啊 立体3.12 就是这个啊 大家看39页 说过了哈 说过了这个东西了 对于二阶的 我想大家实际上要会的啊 AD-BC不得零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的A逆 就等于 AD-BC分之 主什么 对调很好 付什么 变号 这个公式你记得 还是有用的 小二阶啊 因为分块矩阵 小二阶经常可能考得到 这是一个具体型的 当然三阶没有啊 三阶你别说 对调变号 没有那些 三阶老老实实做 认真认真 三阶求 九个代数一子试 对吧 但是有很多同学 到三阶 他不用这个方法了 你回答我 他用什么 很好 他不用这个A的伴随法 他认为求代数一子试 太麻烦了 他用的是这个方法 大家还记得吧 前面也讲过了 你把A和A拼起来 把出等行业的话 把A划成E的同时 E就划成A 这个方法呢 也很好 我们主要是两个方法 主要是两个方法 一般二阶 你肯定就用这个方法 你就不要再用其他方法了 对吧 一般三阶 级以上的 大家用这个方法 这样的话呢 求逆矩阵 那具体型的 就把它解决了 第二个抽象型 你看啊 我在标题里就写了 我们这部分内容呢 是三种方法 一个叫做A的伴随法 一个叫确定变换法 还有一个叫什么 就是定义法 所以抽象型的 那么具体型主要用这两种方法 而抽象型的主要用这个定义 两种办法 一个是创造这个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求A矩阵的这个逆矩阵 你就创造出A乘一个东西等于K倍的E 这K当然不得零可以提过来 那么这样的话他俩就互为逆矩阵了 或者说呢 你去创造说把A呢 写成若干和矩阵相乘 如果这若干和矩阵都是可逆的 大家用穿透原则 就把它写出来了 能懂我意思吧 我们来看题 这部分呢 也是有不少在历年整体里面 有出现过的这种问题 我给大家讲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一个题目就能让大家把这个意思搞明白 我们讲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吧 例题3.13 这个题我改一下 这个题太简单 为什么太简单呢 其原理是这个题 你要求A逆 我说一下 你就提谁出来了 你把这里面提个A出来吧 你看是不是A的平方减去2A 加上三倍的单位带 等于这边四倍的E 是不是出来了吧 那么你把这个4除过来 所以立即拆A乘上四分之一个 A方减2A 加上三倍的单位带 是不是等于单位带 那你想 这不就是A矩阵 乘上一个B矩阵 是不是等于单位带 所以立即可以得到A矩阵 它的逆就等于四分之一 A方减2A 加上三倍的单位带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那么你这个题 这边谁出这种题啊 答得好 80加 80所以让我都出这题 有个人说老师 80就让老师不出这种题 他出的不是Y等于X平方 立即推Y等于几吗 对他就出这种题 好不好 行都行 这题太简单了 这题太简单了 我们不要 这个题 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改个题 改个题 这个题目难度稍微就增加一点 稍微增加一点 有点区分度是吧 大家看柱 柱二 我不翻柱二 我直接写柱二给你看 那么如果是这样说 A的三次方减去2A的平方 加上3A减去四倍的单位带 是吧 那么等于 请问A-E的你登记 这样一出 那么这个题目显然有一点档次了 为什么呢 大家需要做恒定变形了 回答我是不是 你要怎么样的凑一下 你得减个E 大家再折腾一下 是不是就行了 是吧 当然我再教一个方法 同学们 你应该记得 我在基础三次讲里面 我们在求特征值的时候 专门给大家讲过 很好 多项式的待遇处法 我们也可以用一下 是吧 那么这样 你要是会用的话 那么我想 大家是不是这样题不用凑 也能够很快把它做出来 记住缺项要补位啊 你不是没有A的一次方 你这个位置要空的 这个大家懂的 那么你是不是要除以A减E 对吧 待遇处法很简单 第一个呢 就是伤A的平方 对吧 再乘过来 就是A的三次方减去 那么A方 对吧 这样一减下来 负二减一 就是负A方 加上3A 对吧 你这上几张是不是上减A了 会 这负A方 是不是就加上A 这样一固呢 剩下是2A减去四倍的单位阵 这个就负上2E了 对吧 你负上这个上2E 那么这就是2A 是不是叫减去2E 剩下的呢 负2E 能看懂吗 所以的话呢 你这样的话就得到了 这个式子啊 你就把这个式子 不就写成了 这个基础上讲我讲过了 所以这个式子呢 它就等于 那就是A方减去A 加上2E 就这块 乘上这块 是吧 乘上A减E 是不是就减去2E得零 是不是就等于2A等E 这不就有了吗 对吧 减去2E得零 这就有了 这比如我书上说的 这个你变形 你怎么变出来的 是不是用多项式的 带一句除法 你可算得更快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A减E的逆 就等于把2提过来 就是1分之1 A方减去A 加上2B的单位 这个就有了 对吧 这样的话呢 会快一些啊 就解决问题 可能会快一些啊 这个供大家参考吧 好吧 因为基础阶段 这个讲的应该是 比较透彻了啊 我就不再啰嗦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啊 像例题3.15 这个也很爱考啊 就这种因子分解的问题 考的特别多 这个左右开工啊 我已经解释过了啊 大家左右开工就解决了啊 这个这样一些 我讲过左右开工 大家你看这有一加B吧 这是A你加B你 我马上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要考题 它反复复复 就是这种几种题啊 好 3.15分析 这个题呢 我讲它两个目的了 方法一 大家还是用 这个横整变形的方法 来解决它 他说啊 A的三次方是零矩阵 那我来问你来答 请问E减去A的三次方 是不是还是E 对吧 而E的一次方 是不是等三次方 这是不是出现了 就是A的三次方 减B的三次方 对吧 那么这样我们就写成了 E减去A 在情况上 E方加A 加上A方 是这样吧 你就是这是减的话呢 那么这是加 对不对 好 如果那么E呢 它还等于E的三次方 没错吧 是加上一个三次方 是吧 那么这就是E加上A 加的话呢 这块是E方 减去A 加上A方 同学们 这个呢 如果你忘记了 你要去回看什么 基础上是讲的 高点数学的第一部分 对吧 是不是 那因为这个E成A可交换 所以它是满足 那么中学代数里面的 因实分解的这些公式的 这个你要把它搞清楚 好 好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不就错出来了吗 那么这块 这是单位阵 是不是等于它 它乘上它 两个方阵相乘 等于单位阵 是不是 它俩互为逆举阵 互为逆举阵 E-A当然可逆啊 E呢 等于它 乘上它 那么它俩 怎么说 很好 那么它俩乘起来 等于单位阵 那么它俩互为逆举阵啊 互为逆举阵 那么当然它是可逆的 所以这两个都是可逆的 答案选C了 对不对 这就很容易呢 我们就能够得出这个答案的 很容易就能得出这个答案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办法 当然 这个方法一不那么高级啊 方法二你打得行 我认为如果你会这个方法 那么 那就漂亮了 是吧 大家知道 A的三次方 等于零啊 那也就是说 我的FA啊 是等于零的 那大家马上可以得到 FNum的等于零 那什么叫FNum的等于零呢 就是Num的三次方等于零 这个呢 又涉及到了 我们在这个 要到我们的相对理论去说了 也就是说会在我们讲到这个第七讲和第八讲的时候 会给大家再次强调这些东西吗 那么那三次的零 那我这个是一个特征值 它这个三次方等于零 说A的十特征值只能是零 那你推出了这个Num的等于零 A的十特征值只有零 那大家就知道 E减A 它对的特征值就是一啊 那这个意思吧 而E加上A 说对的特征值 那么也是一 所以 行列是 等于什么 记得吗 行列是等于特征值的连成级 它的特征值只有1 所以它的行列是不跟零 可以的 它的行列是不跟零 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方法说明零不是特征值 就可以了 它就是可以的 这个得到我们的第七八讲的时候 再给大家强调 这个方法二听不懂没有关系 我们到时候还会给大家再做说明 现在先把方法一给我掌握住 这样的话呢 关于一举证的这个块的知识呢 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区要说的 就是分块证 咱们把它看完啊 分块证 分块证 请大家回看四 分块矩阵 三十七 这里头有一堆重要的公式 需要各位 需要辛苦各位去记一记 从三十一七月开始 开始 分块证 加法 我之所以说加法不难 分法相同 两块蛋糕形状一样 横着怎么切 我横着怎么切 你竖着怎么切 我竖着怎么切 这样都说的结果 把他们对应的块相加 就是加法 不用啰嗦 数乘 数K 乘上每一个 那么就乘到每一个分块证上去 好 做这个 乘法 快了 时间长 这笔写不了了 乘法 乘法呢 大家注意啊 ABCDXYVW 记住啊 还是这样啊 把当元素看 AB乘XZ 就是AX加BZ AB乘YW 就是AY加BW CD乘XZ CX加DZ CD乘YW 就是CY加DW 你要记住 什么乘 乘的时候 分块相同时 左的人在左右的人在右 因为矩阵乘法没有交换率 能懂吗 所以这个大家要会 至于如何分块 这个是明天老师来考虑的 你不必担心 这是我们的乘法 待会呢 我们要用一下啊 待会用一下 第四个 AB是MN 接矩阵了 那么如果是组对角线的KX方 大家注意 直接组对角线KX方 这个结果要记了啊 这个结果要记住它就可以了 是吧 好 接下来的五 这是我认为啊 大家唯一需要动点脑筋的 因为六也很简单啊 对角阵很好说 我把对角阵说完吧 对角阵如果是从A1到AS 你记住 球逆怎么写 二很好 还是A1逆到AS逆 就是你组对角分块阵啊 它顺序不变 而负对角阵呢 如果从A1到AS 你记住 它的逆要到的写啊 是A1逆到AS逆 想起来没有 就是我们两个的时候 BC你要B逆C你要换位置的 对不对 这个就结束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大家背的 是不是就是5这里头的东西了 我简单给同学们在里面啊 这个5 就是主要是在这块了啊 如果不是对角阵 也不是负对角阵 而是呢 有一块零 其他的呢 不是零块的 这个东西怎么求呢 你还是用这个 这个 这个基本的强法 可以见方针组来求的 我正一个啊 正一个接着教大家背 B0BC 我们写一个啊 如果A呢 是B0DC 你记住这里的BC可逆啊 BC可逆 的情况下 那么B0DC的逆矩阵是什么呢 用定义法 我们就成了什么 XYZW吧 这样成 它是应该等于E00E 对不对 那你由这呢 我们就可以建方针组了啊 B乘X加零乘Z 是B乘X 它等于的是这里的单位阵 它乘它 那么就是B乘Y加零乘W 是等于这个零的 然后DX加上CZ 是等于这个零的 然后DY加上CW 是等于这个单位阵的 所以这里推起来呢 还是很容易的 是吧 由于B可逆 所以X和B互为逆矩阵 所以X等于B利 听懂了吧 所以这个逆矩阵的 第一款出来了啊 叫做B利 看好了啊 X是B利 这个由于B可逆 那么可逆矩阵乘Y得零 所以Y是等于零的 所以这块是零 然后呢 由于X是B利了 那么你要求C也是可逆的 所以求Z Z就等于很简单 一千块磨过去 是负到 那么就是D乘上X X是B利了 然后的话呢 两边同时做成C利 所以是C利 所以这块C的话呢 是写在这写的 这负到C利 DB利 最后一个 这个W.0 所以这块没有了 CW互为逆矩阵 所以W等于C利 因为C可利 所以W这呢 哦 这个Z写在这儿 然后呢 看着脑子看哪去了 好 这个位置写的是 写在这儿啊 你推导过什么 无所谓 给它转换过来 W写成C利 这样啊 这样呢 我们就推倒了一遍啊 给大家推了一遍 那也就是说 我念一遍啊 你看我推出来 就是这个结果啊 我教你怎么背啊 记住了啊 如果是左下三角 也就是主对角线是BC行 你看BC不变位的啊 球利的话 就是B利C利 这边还是零 不要动 B利C利 看这个怎么念哈 D不要动哈 D不要动 叫做在D的左边 左乘同行 右乘同列 看到没有 就是在D的左边乘的是同行的这个C利 在D的右边是同列的B利 就是D的左乘同行 右乘同列 在天不号 那么这就是这个A利 你把它记住 好 再来 看这个啊 这个呢 是左对角线 是D在右上角的时候 它的利 注意啊 BC不变位置 B利C利 看到没有 零不变位置 还在这儿 一起背 D叫什么呢 看好 左乘同行 D的同行是这个啊 右乘同列 同列是这个 在天不号 记住了吧 好 看这个 这是负对角线了啊 注意负对角线了 那么求逆的话 BC换位置 看到没有 换位置了啊 你这个是这样过来的 这个叫 这个反正过去了啊 BC换位置 注意 零D换位置 这个换位置啊 也要换位置了 看到没 原来呢 你是这个 往D往这走的 我这个呢 又反正写了 把D写在这儿 把零写在这儿 这时候呢 再来 换完位置之后 一起背 左乘同行 右乘同列 再填付号 好 再看这个负对角线 一样的意思啊 那就算 求你 BC换位置 看到没有 换位置 零D换位置 换位置之后 D开始背 左乘同行 右乘同列 再填付号 背完了 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A逆的问题 就讲完了 相应的这个例子啊 就没什么好啰嗦的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 逆题三点十六 看一下逆题三点十六 因为我们后面 还有复杂的例子呢 逆题三点十六呢 这里就没有给大家 过分的 这个处理它 你看这个很简单了 你这样滑一道 这滑一道 是不是叫零 是不是叫零 B C零 对吧 你求A逆 这是什么 负对角线吧 那么大家直接写什么 这是A了 那么就是A逆呢 就等于换位置了 就是B逆 C逆 这写零 对吧 这个自己算一下 好像我都讲过这种类似的吧 我们在第二项里讲过了 这个呢 大家再做一做 就可以了 好 以上呢 我们先把这个 预备的 就是讲完了 你三块 三种手段 一种是A的伴随法 一个是定义法 还是初等变化法 那么我们A的伴随先说完了 那么定义法 也说完了 是吧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最为精彩的 也是呢 这个考题里面啊 最为出现了这个 这个缺分度的 叫做初等矩阵 那么什么叫初等矩阵呢 初等矩阵处 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呢 我们下节课 接着讲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好 我们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啊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这个 因为时间呢 也不能太长 因为大家还需要消化 太长也不行 我算这个时间差不多 大概相当于大家在线下 一天课的时间 大概差不多 因为我们也不休息嘛 这样的话 基本上算是一天课的时间了 晚上回去啊 要 好好复习 是吧 大家 把我讲的东西 会在那 你过一遍 过去了 不会东西标出来 赶快去翻 基础三十奖 是不是啊 然后明天上午 大家是不是还得再好好的整理一下 咱们明天下午两点钟 再见 好吧 我们明天继续 谢谢同学们的配合 我再说一下 一个成功的课程 一个精彩的课堂 主要是靠同学 你们只要在屏幕前面 是 这个 非常认真的在学习的 那么我这边就有无穷的动力 好吧 祝大家成功 今天就到这里啊 明天见啊 我累了 我又得休息 我又没吃饭呢 我刚才主要休息里面 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